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的課程就是要做 果豆、果醬、果汁 那我們首先,先做果汁 我們要擺香果來做果汁 擺香果做果汁 所以我們今天,幫我們示範的孟勳同學 他是參與其二年級 我們先把白香果洗乾淨之後 我們把裡面的果肉取出來 把裡面的果肉取出來 好,我們先做果汁 果汁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把白香果泥弄出來 我們把白香果的果泥弄出來 然後呢,你可以加開水 加開水 過濾 最後我們把它過濾 那你如果想做果凍 白香果凍 那麼你就把果汁 你就把果汁跟那個洋菜 放在一起就是果凍了 好不好 我們先做果汁 果汁要過濾 好 那我們把裡面的果汁 脆菊出來 過濾 再來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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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果 裡面的果汁 把果肉乾 直接分開 來 來 你也可以用果汁雞 先打過 以後 過濾 也可以 我們把那個 水 我們把那個 水 加進來 然後把它水 攪拌 我們盡量的把它攪拌 攪拌剩下紙就好了 過濾 剩下紙 我就不要了 好 所以你剛剛應該先放到 萬一他已經打掉了 老婆 對 我們可以用果汁雞打碎 以後再過濾也可以 你看 我知道這樣 或者是說 你在那個 鍋子裡面 把它攪拌 讓那個 果肉跟紙質 分開來 果肉跟紙質 分開來 然後呢 就可以 萃取吃果汁 這就是 純果汁 那我們再把那個 撕下的水 再把 倒過來 好 這樣子就是 這是做出來的 果汁 好 我們做出來 就是把那個 把果肉跟紙質 分明 然後加水 就是果汁 那接下來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 做果凍 我們直接做果凍 我們直接做果凍 我們就是把 接下來我們要做果凍 果凍呢 就是 三 三煮一個 一包 果凍 兩菜 洗了以後 切斷 放進來煮 接下來我們要做果凍 果凍 我們要做果凍 果凍的方法就是 我們把果汁 弄出來的果汁 把洋菜呢 三分之一的洋菜先煮 讓它溶解 用200cc到300cc的水 要做果凍呢 就是先把洋菜 溶解 讓它溶解之後呢 我們就放 一半的 果汁 進來 就做成果凍 那你可以用百香果汁 也可以用 柳丁果汁 對 然後炸汁過來 這樣子 然後 再加糖 再調糖 就做成果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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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解以後 放果汁進來對不對 要等它涼了以後 再放到 等它涼了以後 再放到 放到這個杯子裡 我們要盡量讓那個畫臉 清紫 是 可以用大的 來 放進來 把它刮這樣 把它刮這樣 看得進 看得進 百香果凍 這邊示範點同學 看的就是 百香果凍 很漂亮 好漂亮 兩次來裝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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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嗎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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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做出那個果凍的 我們 完全溶解 好 可以 關火 我們要等它涼了再放到塑膠杯 45度 45度C 我們再放到塑膠杯 等它放到45度C 我們再放到塑膠杯 我們現在把果汁倒在杯子裡 我們的成品 我們的成品就是百香果汁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果凍 這個就是我們的果汁 百香果汁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們現在果凍已經涼到45度C 45度C就是你會燙你的手的溫度 把洋菜煮 煮了以後 融解 把果汁放進來 然後融解 攪拌均勻之後 放到 45度C 放到這個杯子裡 45度C 不燙你的手的時候 我們就會 大概 輕過半個小時 放涼 半個小時 或者是隔水 隔水 讓它放涼 以後 我們就放到 這個杯子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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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鞋子 我到 等一下你不要弄這樣倒掉 很可惜 我們就要那個果汁幹嘛把它倒掉 你要放在這裡這樣子 所有的汁 來 各位同學 你把45度C 量到45度C的這個 果凍呢放到這個 塑膠杯裡面 45度C喔 請同學注意喔 45度C 然後呢就做成了果凍這樣 等一下量了就是果凍了 好多次 我們要到一杯 好多次 我還要到一杯 好,這樣就是完成了我們的果凍喔!